今天前面兩個單元我們又再一次的訪問萬里法律教育集團的兩位創辦人律師 蕭惠麗律師還有梁萬里律師 他們是專精美國高等教育法還有美國稅法的律師 所以人們稱他們是升學律師 總部是在爾丸 但是在Pasadena和Pamon Bar有另外兩間office 當然你們不是輔導學校 但是這個office是做什麼 我們是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比如說你是在家庭屬於單親 然後小孩子成績非常好 是不是這個族群我們特別需要幫忙 真的 這個族群的量滿多 他們以為說他們這個族群是只能念UC 事實上這個族群如果可以念哈佛的話 一毛錢都不用付 所以我們要想傳達這個訊息給我們華人社區 所以我們不是設很多分支機構 我們是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什麼是這個升學輔導 升學輔導我們是好像一個coach 一個教練 推動學生 既能自信 寫的相對是講的相對是 對 講助學金方面是要同時進行的 這也是我們華人家長最大一個迷思 我申請講助金是不是會影響到我小孩子的錄取率 那你們今天來聽我們18點吧台就對了 因為我們如果你是中低收入 你是單親 你如果不用的話 你反而會讓你的錄取率降低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像這些長春藤等級的大學呢 不怕你讀不起 就怕你進不去 太好了 那因為你看哈佛他們有400年的indowment 他們利滾利 他們要把錢發出去的 所以我們要呼籲華人社區說 如果你的小孩子是頂尖的 什麼都滿了 如果你是中低收入的話呢 這個族群我們是肯定的 趕快申請哈佛 對 趕快申請哈佛 或是說你的收入高了 但是呢你小孩子也滿了 你說GPSAT200個小時 鋼琴什麼都好 你好像走在森林裡面 不知道怎麼辦了 來萬里 因為我們知道你用什麼牌 對 就是怎麼樣幫助孩子 選一個最適合他們的學校 那聽說今年你們的這個成績單 也是非常好啊 你們有四個進了哈佛對不對 幫的小孩 四個進了哈佛 有四個耶魯 還有三個MIT 那基本上MIT的話 大家都覺得說 那萬里是律師 兩位升學律師 這個理工不行 來 大家再解釋這個名詞 好厲害 事實上MIT呢 它要的是一個文理病重的 小孩子在理工課已經很強了 可是他們要文理病重 MIT它要幾個論文啊 也是四五個 四五篇啊 兩百五十個字 對 所以呢 你這個時候 你的這個死的條件都到位了 那你怎麼樣在最後 申請學校贏在終點 這麼一推 這個就是我們萬里 萬里做的事 對 就可以推上MIT 推上哈佛 推上耶魯大學 對 推上耶魯大學 比方說我們有一個學生 進了哈佛 它的特點呢 是Summer Jobs 在它的City 那哈佛就覺得 它很會回饋學校 很會社會 那如果其他環節地 去Volunteer 去非洲Volunteer 這不太事項 這就是說呢 我們在整個 申請條件的時候 我們整個策略 我們是一個Coach 我們是一個Mentor 我們不是包裝 因為譬如說 你是單親的 你是中低收入 你這時候 還去非洲做義工 你都沒有錢 就是那個 我們應該去打工 這個時候呢 你整個申請表格 再加上你的論文 你寫出來 你是回饋給我們Local Community 哇 你跟這個錄取官 你取得他們的心靈的相通 這個時候 肯定上哈佛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話呢 歡迎打屏幕上的 800號的免費電話 聯絡他們 888-959-1122 還有請上到他們的網站上查詢 或者是更多的了解他們 OneMile.com WeChat其實是很方便的 Winnie One Mile 好 稍待之後 歡迎您繼續收看 今天繼續訪問兩位律師 萬里法律集團的創辦人 蕭律師還有梁律師 萬里法律教育集團呢 是專門就是幫助 有需要這個 需要幫助的人們 幫助他們的子女進到一個 我們說頂尖的名校也好 進到一個最理想的學校也好 除了進學校之外呢 還要拿獎金 家庭法這個又能夠跟這個 怎麼樣跟升學掛鉤呢 因為家庭法如果呢 你是屬於社會經濟弱勢 單親 你是中低收入 這個時候你是屬於 社會經濟弱勢 這個在美國呢 這些頂尖名校 他們不只是要錄取 這種多元化的學生 這是法律 而且他們在法律上 要寄若扶欣 事實上呢 這是一個平民教育 可是我們華人社區呢 就是以為說 哇 只要我的小孩子 可以上得了哈佛 我勒緊褲帶 咬緊牙根都可以 根本不用勒緊褲帶 根本不用 你要用啊 對 用自己的特長 就是說 這是你的社會經濟弱勢 如果你是單親 這是你的這個 整個成長過程 一個不完美的 對 不完美 對 完美 不完美的過程當中 你如果寫進來 你絕對可以寫到一篇 非常感動人 有煽動力的論文 然後整個結合 譬如說你如果是單親 你就不應該去做 兩百個小時的義工啊 你應該要去打工 對 這樣子的話 貼補家用 對 貼補家用 這樣子才 make sense嘛 對 所以說其實他們做的社會活動 包括leadership的很多東西 其實有的時候 跟他們家庭的狀況 這個結構 他們的經濟條件 其實有的時候 你做的東西 要讓這個面試官 或者是覺得 這是合情合理的事啊 因為UC有問你家庭收入多少 家庭爸媽的教育程度是多少 所以背景要講出來 如果背景太低 你要去搞義工 不合 這個就是我們華人家長的迷思說 我隔壁的鄰居 他在做義工兩百個小時 我也要這樣攀比 不是這樣子的 每一個家庭 我們需要量身訂做 對 量身訂做很重要 那請蕭律師幫我們來理解一下 UC是怎麼招生的 UC是這樣子 我們先講一個數據的分析 好 因為我們加州是加利福尼亞 是加減的加 我們不是家裡的加 所以你看我們的所在位置 我們右邊是面臨外周生 左邊是面臨國際生 所以我們是兩邊夾集 那在這個UCLA的數據裡面顯示出來 2014年他們招生的範圍 外周生加國際生 已經佔了整個UCLA錄取的42% 這代表什麼 只剩下52%的這個名額 給我們加州居民 對 不像維俊亞 不像Texas 他們有固定名額給當地的居民 本州的居民 至少80% 我們太低了 我們才50多一點 對 所以我們會看到這個趨勢是逐年下降 所以就是表示說 我們這個UC 我們的居民 上UC是越來越難了 如果有需要的話 歡迎聯絡他們 888-959-1122 請上到他們的網站上 多多的了解他們 OneMile.com 或者是WeChat Winnie One Mile 好 稍待之後 歡迎您繼續收看今天的節目 demi 有保持 對 無負擔心 無負擔心 pnl